被人大力推到墙上 魏无羡被撞得头晕目眩 蓝望鸡眼睛变得很红 瘦弱的Omega被他困在墙上动弹不得 魏无羡面容苍白憔悴 却还是对着他说那些刺人尖锐的话 宁愿把自己伤得死去活来 也要刺得蓝望鸡浑身难受 魏无羡咳嗽了两声 他看着面前的蓝望鸡 轻笑了一声 生气了 难受了 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是什么 和你有什么关系 不管是Alpha还是Omega 管你什么事 蓝望鸡松开他 深深呼吸了两下 把自己的情绪压下去 脖子后面的线体信息素被他控制得很好 他依然平静 开口语气和往常一样时 和我没有关系 但是你想清楚 蓝望鸡停了一会才继续说当初 是你离开的我不是吗 一声不吭 拿着结婚证和我的户口本去离婚是你 我知道什么 我什么也不知道 魏无羡眼睛通红 眼泪似乎已经流干了 他已经是极限了 这些话不应该对他说的 当时是他有错在先 蓝望鸡说什么 他都没有权利反抗 可能是为了自己最后那些尊严吧 魏无羡咬牙那是你自己以为 我从来都没有让你对我好 到最后被我骗不就是因为你傻吗 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喜欢你 蓝望鸡不想和他多说什么了 他不可否认他被魏无羡这几句话影响到了 心脏突突的疼 他似乎也是累了一样 你在身边可以过得很好 我那时对你承诺过会一直对你好 但是你不信 你离开我了 所以你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你的报应 最后一个字说完 蓝望鸡直接就走了 等到他的身影消失不见 魏无羡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喉尖的淡淡血的腥味涌上来 魏无羡生生地压了下去 这几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 他明明也才23岁 身子却是已经虚了 以后恐怕也很难养回来了 魏无羡垂下目光 他想回家了 但是他也无家可归了 魏无羡回到家第二天就发了烧 高烧烧了两天都没有下去 躺在床上难受地蜷缩在一起 难受地呼吸着 他现在体质不比以前 发烧差不多能要他半条小命 他当初走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带 一件属于蓝望鸡的东西都没有拿走 魏无羡想他的时候 也就只能心里想 他似乎又梦到了四年前 那个让人感到窒息的一个月 眼泪不受控制的流 脸庞烧得很红 想去拿药 但是身上没有力气 他感觉自己很冷 冷得他一直在发抖 浑身发虚汗 头发也湿了 呼吸都觉得艰难 如果自己要死了 他希望死在冬天 他的宝贝就是在冬天离开他的 魏无羡之前答应过他了 爸爸如果去找乖乖的话 也会冬天去的 你要在原地等着爸爸 然后和爸爸一起回家 那是一个很寒冷的冬季 魏无羡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雪 他的宝贝死在了无人问津的大雪里 腿间的鲜血染红了身下的白雪 魏无羡脑子昏沉 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意识 只能遵从自己的内心 他喃喃低语蓝战 救救我 蓝战 救救我 不知道过了多久 魏无羡觉得自己跌入了一个带着凉意的怀抱 怀抱很舒服 很凉 魏无羡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脸放上 怀抱很安心 他好像闻到了属于蓝战的气息 是梦吧 如果是快烧傻了的梦 那也是很好的梦 他把自己两条细胳膊搭到那人的脖子上 再让自己安心的怀抱里 整个人陷入了黑暗之中 晕了过去 蓝忘机抱着怀里的魏无羡 就像是抱了一个火炉一样 他整个人发着冷气 Alpha浅色的眼睛深处带着火 看着魏无羡烧得通红的脸 清俊的脸变得更差了 太瘦了 蓝忘机轻而易举地把那人从床上抱了起来 他穿着薄薄的衣服 一抱起来都可以清晰地摸到他的骨头 细细的小腿无力地从他臂弯垂下 露出了苍白的双脚和纤细的脚腕 蓝忘机觉得他最起码比五年前瘦了最起码有二十多斤 那时候的魏无羡也不胖 但是抱着是有肉的 香香软软的很好抱 蓝忘机那个时候很喜欢抱他 抱完就怜爱地亲亲他 不像是这样 抱起来没有多少重量 一摸全是骨头 蓝忘机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带魏无羡走 好歹也是跟过自己一段时间的Omega 不可能让他他在这种地方受罪 村书记看着这样的魏无羡也吓了一跳 蓝忘机原本今天就要走的 他的飞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可能是最后的联系吧 蓝忘机不自觉地就走到了魏无羡住的这间屋子旁 结果一进去就看见了魏无羡躺在床上烧的整个人神志不清 蓝忘机看了怀里脆弱昏迷的人一眼 对着那个书记道这人我带走了 书记哪敢反抗 只是说到那那这些魏老师的东西 蓝忘机淡淡地扫了一眼 到到时候全部丢了吧 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了 他把自己的披风解下来 盖在来魏无羡的身上 宽大的披风 把虚弱瘦小的Omega完完全全地盖在身下 只露出一小节白镜的指尖 然后抱着魏无羡上了飞机 在飞机魏无羡也不是很安稳 他死死抱着蓝忘机的胳膊 就算在睡梦中也不曾松开 魏无羡睡着了的样子倒是很乖 不吭不闹 也不似之前的尖牙利爪的模样 只是魏无羡一直在轻微抽搐 飞机上有备着一些药 但是蓝忘机不敢给魏无羡用 就一路抱着他给他物理降温 但是这个烧一直也没退下去 一下了飞机 蓝忘机就带着魏无羡去了医院 挂号检查其实很快 再加上蓝忘机之前和蓝熙辰打过招呼 倒是没有花费过多时间 但是检查结果不是很理想 蓝忘机竟然不知道魏无羡的身子底现在这样差 医生语气一些炎素病人不是普通的高烧 最主要引起高烧的是他腺体因为无法发出信息素 那些信息素积攒在他腺体里化农发炎 我们需要给他做信息素轻微手术 把那些化农的信息素抽出来 蓝忘机道他的腺体为什么会这样 医生道 Omega已经很久没有得到Alpha的信息素安抚了 我们检查了一下他的腺体 腺体之前可以看出来被标记过 但是长时间得不到安抚 有些Omega就会这样 蓝忘机微微皱眉他的腺体是Omega 医生一听这话语气有些疑惑 他不是你的Omega 他的腺体自然是Omega 蓝忘机点了点头 道 尽快安排吧 医生点了点头 魏无羡被送去了手术室 蓝忘机第一次觉得事情好像脱鬼了 手术结束得很快 两小时魏无羡就被推出来了 医生道这个Omega要好生养着呀 我给您简单的沟通一下蓝忘机很认真的在听 Omega应该是流过产 我们刚刚给他做了全身检查 弓腔里有淤血没有散干净